其實我在製作這張專輯的過程當中 接觸到的每一個人 他們其實都是說 這什麼意思 就是一開始你要幹嘛 專業的音樂人其實也沒有正式做過這樣子的 包括混音師 混音師 對不對 都不知道你要幹嘛 所有的製作人們其實都不知道說 到底戴耳機有什麼差別 直到他們真正戴上去聽的時候 原來我知道你要幹嘛 這張專輯要講什麼 所以其實這過程其實是辛苦的 所以不知道媒體朋友能不能了解 因為這真的要聽到更多的歌之後 你們才會知道 JC就在棉被裡面唱歌 就在車上跟老朋友和解 然後就唱歌 然後就到戶外真的升起營火烤肉 然後唱歌 然後把它錄下來 真的 對不對 這也是接近Live的概念 對 因為有一首歌是在傳統錄音室 對 真正的Live 而且是Live 就是生活當中的Live 非常厲害 那當然了今天我們這麼重要的預購記者會 也有一位好朋友要來給你支持站台 聽說他也已經聽過一些歌曲 那他們 你們兩個的緣分是怎麼開始 我們請他來介紹一下 好來來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神秘嘉賓 這個亞太影后張榮榮 歡迎榮榮 哇塞 你穿入戲 你不能了 現在冬天耶 阿姨榮榮 好 瓜哥好 榮榮你跟JJ是怎麼樣變成朋友的呀 我們是拍了黃珍珍導演的電影 是 認識的 新的電影 消失的愛人 消失的愛人 那你們演的是什麼角色 我們要演 夫妻 演夫妻 OK OK 跟JJ合作感覺怎麼樣 因為JJ雖然常常演MV啦 但是演電影這個事兒 這算第一次 對不對 大喜臨門你只有一場戲而已 那不算 這次跟JJ覺得她怎麼樣 她的演技 妳是否影后 她真的演得很好 真的嗎 這麼場面話 客套 沒有沒有沒有我從來不講客套 是 我也知道 那我們大家請期待 好更重要的是專輯啦 你聽了結歌了是嗎 對 我那個時候聽的時候 就是 她給我聽的時候 我就是戴著耳機 坐在這邊 然後就 我想說 妳妳覺得剛剛不在這邊嗎 對 妳怎麼在那邊跟我 欸 欸 怎麼 講話 然後聽一聽之後 她跑到右邊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之後才 她才跟我講說 這個概念 這個是怎麼錄成的 然後我那時聽的時候 有一點那種 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真的喔 是太好聽還是太精細 就是很好聽 然後她是對那個耳朵唱歌 所以覺得 比我好近喔 對 好像就在耳邊唱歌 很害羞 其實也有點驚嚇 就是瞬間 你會覺得怎麼會 就像剛剛她也有 欸 你剛剛在他們 左邊講什麼 我們都沒有聽到啊 只有戴耳機 對 你沒有聽到 對 你戴耳機 驚喜又有點驚嚇 對不對 在這張專輯 然後呢 就是會甜甜的 聽她唱那個彈唱 會覺得 就甜甜的 然後有點就是 so sweet 對 有一點蠻真的 很浪漫的feel 對 好像有個男生就在你的耳邊 這也是你想要傳達 想像中的情人 對 這就是你的 她是我的情人 當時在錄音的時候 這些必須要把它 想像成一個刺耳 然後在她耳邊 講點話 唱點歌 好棒 這張專輯好適合 當紅衣小女孩的配樂 哈哈 有一點陰森的感覺 一下跑左邊 一下跑右邊 但是說實在的 這個很多東西 真的請大家到時候 在見識 我們現在講再多 可能大家 還是不是完全理解 是 還是請大家到時候期待 這張專輯 非常的酷 那榮榮今天來 也是有一些目的的 對吧 我們要來拍一個 好玩的照片 對 也為大家展演一下 到時候我們在華山 就會有一張床 這是什麼樣的原因 就是這個3D的聲音的立體展 希望可以讓大家 直接生力其境 就是 不只是生力其境 可以生力其境 身體也進來 因為我們之後 也會有在MV上面的合作 你跟榮榮也有拍MV啊 對 就是這個電影之後 在這張專輯當中 也請了榮榮 一起來 延續那個 情侶的感覺 到MV裡面 當然也有一場 比較關於有床戲 了解 所以你現在是專攻碟字的嘛 嬌嬌融融 JJ 你就喜歡找碟字的合作 好 請大家注意喔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這首 這張專有一首歌 就是在棉被啊 在床 所以到時候 所以去看展的人 都可以在這個床上 拍照聽歌 然後會有一個投射 好像JJ在旁邊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兩個人之間最近的距離 當然就是在他最舒服的狀態 然後他們給他聽了 我覺得很親密 好喔 然後希望可以重現在 這個3D展覽上面 對 讓大家也可以來到現場 也可以體驗3D的聲音 也可以來做個紀念 對 在這個床上 投影上面 跟我一起合照 是 對 好像跟JJ在同床的感覺 好 來 今天請二位上床 JJ來來來 請請 好 請到棉被裡面 不用了 不用到棉被裡面 沒辦法拆下來 這樣子就好